現在以色列,他們也有交代,他們的目標明顯肯定不是平民 都是針對以哈馬斯武裝組織 他們基本上針對武裝分子及基礎設施 但在人堆當中,所以都頗麻煩 而現在的情況,也將他們的通訊中斷了 不過在今天開始,已經逐步回復他們的網絡和電話服務 慢慢恢復 有些人道組織亦表示,以色列在星期五 尤其在夜間開始的猛烈轟炸後,通訊一度中斷 令到加沙內的人無法與家人或外界聯繫 當然緊急服務或聯合國組織都很難運行 另外一些獨立組織,例如Netblocks 他們的發言人說到現在在加沙地帶的網絡服務 其實都已經慢慢恢復正常了 不過當然比10月7日來計算,之前的計算是差很多 至少他們都說到現在他們都可以打電話 打到出去,即是跟他們的家人做到聯絡 究竟是怎樣的情況 另外,我們說除了公勢之外 其實現在人道主義那邊都是一個問題 尤其是我們說說洪生月會 他們究竟在未來的物資 情況如何處理得到 例如說我們說到加沙內的醫院 例如說他們有一些衛生機器 大概怎樣可以維持得到病人 即是問題是沒有事 另外有12000至14000個流離失所的人 現在去到這些醫院裡面避難 但是以色列也有說過,有些醫院因為他們裡面 也充滿著哈馬斯的分子 他們在醫院裡面做的指揮 很多這些情況 所以其實都是會製造到一定的危險性 在這裡 所以來到這裡 我們又要跟大家說一下 那些地道 或者是那些醫院裡面 怎樣去辨別 那些恐怖分子藏身的地方 以及怎樣去將他們打擊 這個又會是另一個困難點 我們稍後在技術上 會跟大家分析一下 究竟他們怎樣可以做到這些位置 但現在亦有另一個問題 真的搶掠的問題已經出現了 我們說到 聯合國之前 他們準備把糧食、援助等等 派發 他們亦有些卡車進去 當然不是很足夠的 但現在已經是昨天開始 已經有幾千個巴勒斯泰人 突然衝進加沙 一些原本是做一些援助的倉庫 衝進去 當然是搶 大家能夠想到 所以已經有聯合國的官員 已經是警告了 現在的問題就是 第一 你所有的人道主義 你救援 你的物資肯定不夠分 所以你一定會失敗 但還是那句 說而已 那你們有什麼可以去做 即是現在 我們說到加沙 無論在中部 和南部 已經有幾個這些聯合國 核核的倉庫 已經遭到洗劫 這個亦都是印證了 我們之前說的 你沒有一些維和部隊 看著 其實你會 黏黏亂的 即是聯合國 你不夠人去做這件事 那你 都不要先說 你是什麼燃料 藥物、食物 你連人都不夠 你又沒有人握槍 我們說過 會亂 當然這也是 以色列最擔心的一件事 就是 他很清楚 哪些人去搶 以以色列的角度去看 一定是哈馬斯去搶 即是說 聯合國想要做好心 你放下去 其實都是會被人搶 所以你說 可不可以說 其實聯合國 是自作多情 或者你說 是以色列 即是黑心去遭受你 結果又真的被你 開口中 烏丫口 我覺得不是用這個角度來觀察 如果我們去看 以色列的看法 當然就是一個 在地幾十年 他們亦都很清楚 無論是巴勒斯坦人 或者是哈馬斯 他們當地的民情 亦都是很多社會的寫照 就是 就算你是一個地區 譬如說 經歷了瘟疫之後 然後就做一個派水 一個水的派發站 其實是一樣打架的 因為水也是一個很珍貴的資源 所以在那裡 何況你是有水 食物 藥物 很多東西 其他的資源 派發 但是你又沒有足夠的力量 去維持到 即是那個秩序的時候 小不免 你這件事就會引發你更大的衝突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會觀察到 挺難避免的 好像剛才那個聯合國官員說的 就注定失敗 老實 我們都會估得到有這些 因為你沒有維和部隊會在這處理 當然你看到以色列 由10月7日之後 切斷了 即是他們一些電力燃料水 問題當然會嚴重 但是也是那句 你可以怪責以色列切斷 但是如果人家在國難當時 還可以繼續 那麼慷慨地給水電 其實以色列的人民都不會放過他 所以其實是兩體的 我當然那句 我是能夠理解 但我不代表我一定會贊同 但是你站在 對家的角度 一個殺人兇手殺了你全家 轉頭你還要給水給電 就真的有點難過 只能夠理解他背後做的原因 這個情況 現在聯合國 他們現在最大機構我們說過 叫近東救濟工程處 他們已經表示了 基本的日常 包括麵粉 其他衛生的用品 被人搶走 都很正常 即是麵粉買去做麵包 其他衛生用品 當然每天你都會有用的東西 現在 他們工程處 那個 加沙事務主任 他的說法 現在這幾個星期的戰爭 以及現在加沙的圍困 現在這邊的秩序開始崩潰 這些人是會絕望的 只能夠說是這樣的 一直以來由哈馬斯 去控制的這個社區 其實 明顯是整件事 你說聯合國一直跟他們合作 但是整件事裡面 你看到 第一他們沒有一個 真正是一個公民社會 或者他們會建立到 他們當地自己 我們說NGO這一種的組織 如果一個社會 除了政府之外 大家又留意一些發達的社會 會有很多 一些叫做NGO Non-government of an organization 一些非政府的組織 非牟利的組織 這些機構 其實就是 對應整個政府 一些他做不到的事 他們就會將這些 納粹填補 填補 而 每一種的NGO 都有他的定位 有些是跟基本能源設施 基本生活所需有關 有些是跟教育有關 有些是跟老人家有關 有些是跟小孩有關 是嗎 有些是跟不知 哪些的 年齡結構 或者社會 弱勢的社群有關 正正就是 他們每一個都能夠 取得到一定的資源 亦都不一定 在那個社區取得資源 他們可能在社區以外 獲得更大的資源 例如 之前有些機構在德國那邊 幫他們製造海水化碳 就是正正這些機構 幫助他們供應食水 但現在他們已經進不去了 他們的援助 他們有的 但是進不去了 在這個情況之下 就幫不了 這些都是NGO 但是NGO很明顯 都是來自國外 不是國內人自發 所以出道來的效率 和轉化 一定是受影響的 我們經常都說 就算在中國 都很少NGO 對不對 你各種東西都是政府包 你生養死狀都是政府包 就一定有缺陷 因為你看不到那麼多 所以你看到西方的社會 什麼叫做小政府 大經濟 其實某程度上 NGO的出現是 一個潤滑劑 或者是可以的 垃圾填補 很多我們平時看到的 是沒有辦法 但是它又可以關懷到社會的一件事 你看到現在的袈裟 整件事 NGO的秩序是零的 所以聯合國在這裏 亦都是 沒有人 沒有物 即是沒有資源 甚至沒有兵 沒有彈 沒有槍 亦都維持不到秩序 自然就是這樣 而他們不會有警察的 哈馬斯自己就是警察 但是他們也恐怖分子同事 是不是 那你就很難想像 這些地區 怎樣去做一個有效的管治 傷亡人數 我們就剛才說過了 現在 那個人道物資的問題就是 以色列已經斷定了 一定是由哈馬斯 去撥起這些混亂 所以他們就肯定不會說 同情理或者是怎樣處理 他們已經警告過 如果你真的有哈馬斯的人去搶東西 就要停物資 但是其實 以色列最近也有個說法 都盡量去開拓 你給更加多的物資 就是由埃及那邊去進入 即是接下來有機會 會再推大一點 那個情況給你進入 當然就不會說 我們現在觀察 進入到 加沙地方的卡車太少 基本上由 今天是30號 應該一個星期前左右 21、22號開始 其實到現在都大概只有 80多架卡車進入 我現在有的資料看到 是84架 平均一日大概不夠10架 如果大家計算 不夠10架 8架、9架 可以進入加沙 當然遠遠不足夠 你想想之前 換了加沙,一日都400架或以上 他車 現在加起來才只有80多架 即是我們俗稱杯水車身 只有幾%的人的貨是足夠的 當然聯合國那邊的主要原因 就是 中間做抽策的時間太長 即是我們說福檢的問題 如何可以做得最好 以色列一定要去做checking 很怕你把軍火運進去 這個我們都能夠理解 但是 當然你說中間可不可以走盞 以色列一定不可能 他會覺得就是盡做 所以這也是現在的惱叫的問題 究竟 你說那些小孩 因為那裡有很多小孩 究竟是否真的會捱餓捱死 或者炸死 當然那個人道災難也很難理解 這一邊如何處理 各國 只能說現在可以做一道 要跟以色列談好了 如何開放關卡 更加多車可以進入 但是你又如何保證到那些車是沒事呢 那就是要他放進去的時候 要跟以色列這邊 會不會有一個機構 或者可能 來自美軍 或者其他軍隊 預先已經是做了checking 讓他們可以直接 例如說由美軍運送他們 由checking的地方開始 開進去 邊境的時候 都是有美軍看著 中間沒有人調包 所以不用擔心了 檢查過了 這些東西直入 這樣 能不能夠做到這樣呢 即是我們軍武器人 都只能夠 做這些建議 做到這個step 這個就是我們所見的情況 如果美國 法國 德國 英國 可以做到 他們派人 在中間 做一些物資 匯集 上車 撈貨的時候 真的全程有人盯著 看著 尤其是以色列認可的人 以色列也可以派代表進去盯著 接著很快就簽紙 直接由美軍 或者以色列部隊 什麼都好 看著他們進入 如果這樣去做 希望可以得到以色列的信任 然後可以加快 福建的過程 減散後 令更加多車推進去 如果這樣 我相信整個過程是會好很多 這就是我們所見的其中一個情況 發生了